以前我们邮轮上所有的人员一切都平安 所以请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 这次所有的防疫人员还有医护人员的辛劳 自拍影片po文报平安 同时也感谢检疫人员 新光一般歌手刘明峰 因为在保评信号上表演没想到意外受困 其实大家是多少难免有一点不安了 但是我也就是有安慰他们 就是安慰乘客说 一定要对我们台湾的防疫要有信心 其实刘明峰在8号晚间也在脸书上po文 刘明峰提到许多关切的讯息涌进来 也说自己每天都会做体温检测 更提到无论有没有确诊 从今天开始将会自主隔离14天 是对自己和对社会大众负责 最后说到自己之前是运动选手 身体状况一直都不错 请大家不要太担心 po文一出不少粉丝留言 提醒他要记得戴口罩 请洗手也恭喜他能顺利回家 今年32岁的刘明峰2007年 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出道 2015年演出电视剧 2018年开始在保评星号固定著唱 没想到2020才刚开始 就因为肺炎疫情一度受困 刘明峰经济人表示 目前他的身体状况都不错 原本与邮轮公司签约到今年年底 但如今铸唱合约 是否因为疫情问题暂停 也还在讨论当中 记者谢震荣万山基隆报道